比手机还厚上两倍的门 不但看起来很重 开门很吃力 门上的锁也显得不一样 甚至还有两三层的锁 那么慎重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门 在早期其实都是 动辄存放上百亿元的 金库大门 那时候我们这里有重化 所以重化也很多的 当时重化也 除了重化以外 也有这些征收的费用 所以也大部分都寄存在台湾银行 我们旧的台湾银行 在无期老街 那从小我们常常在那里玩 而且这个台湾银行 里面是严禁很深 但是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 这里原本是台湾银行 台中港分行原办公大楼 去年转租给保三种队 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使用 金库也随之退役 里头一共五个金库 全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因此很多民众前往洽工时 都想去摸一摸旧金库 希望能为自己天天裁器 我们的保三来租用 那相信他们里面的保障 一定非常的多 我们觉得台湾银行 是一个好的地理位置 那也里面听说有很大的金库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到金库去摸一摸 能够有好的这个裁器 那而且台湾银行的这个地方 也带来我们五期老节 所有的这些居民 大家能够有这个财器 财源能够进来 地方表示早期台中港建港 所有资金都存放在这金库内 所以民众深信 有几百亿的财器凝聚在此 传言会带财运的旧金库 也因此人气超旺 下次到这里来的时候 摸一摸金库大门 或许好运就会沾上身 记得我们会议台中产报导